442的阵型 首门员是22号身高1米95的江金 在后位线上右边是25号谢峰 左边是3号孙继海 打脱后的是15号徐红 盯人的是2号张安华 大家注意看在前位线上有一个变化 左边还是8号马铭驴 右边7号李铭 脱后的是李铁 打前腰的是6号范志毅 在前方线上 右边是10号好海 我们在赛前在贵宾实力见到了王俊生 他也向我们介绍一些情况 接应的点稍微少了点 一个人带球 一个是突破利用速度 那么其他的员注意包抄选位 这也是反过来说明卡塔尔队员进攻退守的速度 整体协防的组合 能力还是不错 6号范志毅 再利用直材 好海东10号 谢峰斜掉 好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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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上个场比赛进行到20分钟刚过的时候 中国队是泄风携权跟上了范志毅 抢到进去里边再横敲 由左边飞上队员11号高峰 一个漂亮的前冲 投球空门 这样中国队是先下一场 躺上的比分变成了1比0 大连的金队体育场这时候是一片翻腾 对 江亦峰 我觉得这次进攻但是有慢用的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好海 好海 在还造成了船中转移到左侧这个机会 我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 卡塔尔队肯定会加强走路的防守 因为现在看着中国队呢是右强于左 像尤其是范志毅 他经常是兼顾右路的进攻 再加上陶海东 谢峰 再加上范志毅 那么在右路进攻给对手造成威胁 同时把球突然转移到左路 由高峰 一个助攻非常多 反正离铁呢比较靠前 张忍华踢到自由人的位置上 徐铁几次都在中场截球 传球 对 好像打一个后腰了 这一段时间呢 现在就把铝铁坏了 看怎么样 把铝铁坏了 加进中场 现在中场的这个穿搭呀 配合呀 还有稳定军心把握时机 这个绞法线路 冬委国呢还是功夫比较老道 可以啊 结果是抓住中国队的一次漏洞 再进去外边 由六号是达一阿尔纳伊米一角射门 成功了 这样场上的米分变成了一平 这样场上的米分变成了一平